一句話 生兒子不交 害自己全家 生女兒不交 害別人全家 你看你小孩把他長大寵壞了 他把你家裡搞得差不多 全家都完了 你從你的女兒 然後嫁著人家家裡面去 全家都搞得差不多 所以如果你的小孩已經寵壞了 特別是女兒 你就趕快去想誰跟你最有仇 就想辦法嫁給他 這最起碼有一點用處 但那種料碎也是沒有良心的 第二句話更嚴重 兒子交不好 自己家七代受壞 女兒交不好 別人家九代受災 九代不是一代 就娶了一個進來 然後嘩嘩嘩嘩嘎嘎嘎嘎嘎嘎嘎 幾代都受災 其實我們中國是非常有智慧的 他知道交女兒絕對不能像交兒子那樣交 女子教育要特別重視 女兒交不好是很傷腦筋 在現在什麼男女平等呢 男女受同樣的教育啊 男女同校啊什麼搞得 男不像男女不像女啊 那是人類的悲劇 你現在放眼看過去 你看有幾個男性沒有女性化的 你說 有的個性他明明是男的就像個女的嘛 他哪像男的 一頂羊肝氣都沒有 他在那裡 好像展示 到處去展示 那叫丟人現眼 他說展示 沒有家教 沒有家規 沒有家封 女孩子跟男人一樣 那人家一個男人再找一個男人 那你搞同性戀嘛 那娶這樣的女人回家幹嘛呢 所以講到這裡我們就知道 婚姻 下一代的婚姻 是上一代的責任 不像現在阿米巴伐啦 他們都不聽啦 自由戀愛啦 小孩長大就是這樣啦 那就放棄責任嘛 那就不盡責任嘛 那就爸爸不像爸爸 媽媽不像媽媽啦